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下节课咱们用两个小解 介绍了外偶循环 对不对 这节课咱们来学习一个 新的循环结构的语句 do while 也有一个while的词 对不对 但是有个do do在英文单词里面 什么意思 执行 执行 做的意思 对不对 do while 这个和while循环很类似 但是有一点点的区别 什么区别 就是看一下语字 前边咱们学过while循环 对不对 while循环是先判断while后边的括号的条件 然后条件成立了再执行循环体 是这意思吧 而do while循环是先执行 再判断条件成不成立 如果成立再执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语法结构 这两个咱们做一些对比 看一下 这是while循环 对吧 然后这里边是条件表达式 对不对 条件表达式 然后结构 这里边是什么 循环体 对吧 那度while的语法跟while很相似 先有个度 然后直接大括号 对 然后这块加的是while while里边 记得 度while的语法 跟别的比较 它虽然是语法结构 但是后边需要有个分号结尾 你需要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别忘记这个分号 当然了 你忘不了 因为你忘记分号的话 怎么的 对 程序也执行不了 对吧 但是知道 这是语法的结构体里边需要有的 一定要有个分号 然后我们这块加个什么 这块是条件表达式 然后这里边什么 循环体 看到了吗 这是两个的语法结构 当然咱记着 在while循环里边 循环体如果有一行的话 咱们可以不加大括号 知道吧 所有的结构 分支结构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 像这个和后循环也都是一样的 但是咱们很少用while循环 就写一头一对里边 对吧 所以使用大括号是一个好的习惯 所以尽量用就可以了 所以这事它可以不提 你知道吗 你就全记得它有大括号就可以了 那这两个上面这个语法是什么呢 它是程序上的第一步就干嘛 第一步就是先干嘛 对 先执行表达式 对不对 表达式为真实 才执行循环体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度外要循环 什么 它这话是第一步 干嘛 先执行循环体 怎么办 再判断 对 判断 才判断 条件 表达式 对不对 然后成立 则 执行 下一个 循环 对不对 下一个 循环体 所以他俩的本质的区别就在这 就知道吗 也就是度外要什么场上用 就是不管条件 条件成不成立 都必须执行一次的时候 用度外 比如说我们这话 写两个成立 我写假的条件 比如说 外要循环 这话 如果写假的条件 对吧 输出 刚才这话 入出笔状 妹子 妹子 真 漂亮 看到了吗 这是假的条件 对不对 那 用度外 写一个 我这话 我下 稍稍踹一下 然后这话 加一个 外 后边别忘了什么 分号 这话也写假的条件 对不对 这是写着 高老师 很帅 看到了 对吧 那你看 妹子漂亮这话 如果是假的条件 比如说 别人如果是撒谎的情况下 假的条件 对不对 这就归输出 而这个不管都是撒谎 说真话 高老师很帅 这是事实 就必须得执行一次 对吧 那这就能执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都是假的条件 对不对 那 来 我们来移行一下 Test 点儿皮 看 高老师很帅执行了 而这个怎么办 没有执行 我们就写错了 是不是 你得把上面 妹子都漂亮换上去 对 那是你想错了 对 就按些法了 来 我们再继续 那度外循环除了这个结构体上 跟外不一样 其他的东西 类似 对吧 那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用度外写一个技术的一个循环 当然它也属于条件的循环 对吧 按条件去判断的 但是呢 咱现在没有合适的条件型的一些表达式供咱们使用 对不对 因为后边数组啊 数据库咱们都没学 对不对 如果任何一个学 咱们都可以用这个 当然了 不着急 后边的课程咱会一直用啊 那看咱也做一个技术的循环 对不对 $i等于0 然后度循环 大块必须写大 while里边 比如说$i 如果小于100 我们就执行里边 $i++ 对吧 然后我们上边 输出一行圈里 我们前边放一个 $i 跟while循环结构咱们写的技术 是不是一样了 就让这一行爱图输出100行 是不是这意思啊 结构体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从0到99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呢 度外奥循环 比外奥循环怎么着 功能还强一点 对吧 但是他必须有一次执行 所以什么时候使用while 什么时候使用度外奥 肯定大家有一点感觉了吧 对不对 这个按需求能区分的 是最好分的 对不对 按形式上区分是不好区分的 这个就是按需求区分 要求于国家必须执行的时候 就是度外 对不对 但是咱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少 对吧 如果是在系员的开发里边 这样的情况是经常遇到的 在咱们peerp里边使用度外的时候 少 但是不是没有 没有什么 不是说有没有不使用的地方 会有使用的地方 但是会少 知道吗 也要作为一个咱们重点掌握的一个语法 OK 那其他的像 语法 比如说跟 嵌套 度循环里 嵌套外奥循环 或者度外奥循环里边 再嵌套一个外奥循环 或者嵌套语句 这都类似了 对不对 也就是先几层嵌套都可以 但是我需要提示大家的什么呢 和依附语句一样 循环的结构尽量不要超过三层 尽量不要超过三层 当然了 最多最多你碰到超过五层 不是说超过三层或者五层 语法就不支持了 因为你想象一下 比如说他上讲课做了一个表格的例子 对吧 那你想一下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多一层循环 那多的就是相成的关系 对吧 所以循环太多 一定会影响你程序效率的 听什么 所以呢 写程序一定要控制循环的次数 不要太多 这样的话才能节省CPU的预算 对不对 才能节省系统的资源 听什么 循环太多跟死循环没什么区别了 对吧 当然写程序不要写出死循环来 但是也不要怎么办 太多循环 也不要太多循环 控制一下 如果循环太多 那应该是你程序逻辑上有问题 听什么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语法跟咱们外奥相似 所以咱就不用多记上 然后看一下表达式基本可视 就是这样 对吧 先执行语句 然后成立了再执行 先执行语句 然后再判断表达式 对不对 如果成立了再回去再执行 对吧 嗯 那例子就是 这需要注意的 度外奥后面加上分号作为几次数 刚才他已经重点提示了对不对 度外与外奥最大区别是新知证旋软体 然后再判断旋软的条件 对吧 这下边也模拟了一个技术旋软 嗯 好 那这几个课就 介绍到这里 介绍一个另外一个循环 度外 那大家要 什么时候使用外奥区块 什么时候 度外奥区块 做一个抉择 好吧 谢谢大家 这几个课我们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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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